什么 腊肉啊 你要什么 抽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广师小凤 这个猪肉啊 已经腌有好几天了 所以说今天拿出来洗干净 然后拿出来晒了 然后我还买了这个沟 拿来挂这个腊肉的 翻起来 然后把它挂起来就得了 这样子 挂这里 第一次做不敢做多 怕没有 怕做不成功 然后做不好 就少做一点 做了几条而已 你们拿出来要不要洗的呀 我是洗一遍的呀 到时候晒干了 给它们硬生一点 给我解生一点 给小梅生一点 然后留两条给我自吃就得了 我吃不了多少 晒干就很漂亮了 很臭这种 小胖 腊肉做好了 好了 来 什么 腊肉啊 你要什么 臭了 没有臭 臭了 哦 怎么会臭呢 就是这样做的呀 不是吗 臭的 哪里臭 你这个腊肉 不是这样做的吗 干嘛 你是不是怎么放少了还是 就放盐 放酒啊 上次你不跟我说了吗 你怎么现在是拿出来的呀 第四天的呀 第四天拿出来呀 不是吗 三四天就拿出来呀 这里面还有一块呀 啊 我洗干净先了 不是这样做吗 正常的拿出来是香的 你这个怎么拿出来是臭的 不是吧 那它腌了肯定有味道啊 怎么腌了都臭了呢 你确定是臭了呢 那不是 没有吧 那我看你 看你 看你做呗 这能 这能晾得干吗这个 晒呀 很漂亮 注意它绝对坏了 那你闻上这两块 怎么样 这一块绝对坏了 这是厚的 你自己闻 那这两块 这三块呢 你自己闻 我洗干净些 那这三块 你闻 你闻 你闻嘛 哎呀 像个鬼妈 臭死了 没有臭 要不要抹点灰吧 抹什么灰呀 那个木炭那个灰抹在上面 抹那个在上面干什么 抹那个在上面干什么 防虫啊 那怎么吃那个啊 到时候吃的时候 吃的时候洗啊 洗得干净吗 肯定洗得干净啊 再放点盐进去吧要不 我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搞的 那我给你搞点火来熏一下 现在熏 不是熏的吗 晒的呀 晒的 嗯 第一次做没成功 没事 要敢于 就是去 去做 对吧 不要说一次失败 你就不做了 我明年我还得继续做 我跟你说 我做到成功为止 就是这一次呢 也不算很失败吧 没失败 没有虫咬 对 那还要抹盐吧 等一下抹一点吧 抹一点啊 抹一点 到时候你那个蚊虫 冰咬会坏的 马上就坏 啊 要把滴干水再抹吧 现在就抹了 抹了也没用了 现在要抹了 现在有点水在上面才有附着力 你这橄楼抹个鬼哦 好好好 我把这个水倒了先 都不知道它做成功没成功 五块五条纳肉 成功一条都算不错了 我跟你说要成功 全部都成功 不成功 全部都不成功 你帮我倒 快点 应该是盐放少了真的 没 没多点 好像步骤搞错了我们 他说这样子就这样子吧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也没不算失败吧 薰人 那本来就是薰人的呀 今年不成功明年再做嘛 可能是温度高啊真的 放久了没拿出来 再 再加上温度高 盐味可能也放的少 可以了 就这样了五条啊 今年呢第一次做少做一点 然后明年呢 有经验了 再多做一点啊 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能做到这一步也 能不能吃还是问题 怎么都不能吃 我就想不明白了 为什么不能吃呢 又没有足备 你想想 那些 几十年代的时候 都没有 都看不到肉 现在你这样说不能吃 可以了 就这样子了 成不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反正第一次做